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在很多武侠小说当中都会出现这样一种人物 他们身怀盖世武功 却隐居在人际罕至的大山密林中深藏不漏 而一旦他们展示出绝技 却往往会惊世骇俗 虽说这些人物和情节都是作者妙笔生化度转而出 但在现实生活当中 也确实有些居住在香叶田间的村民 掌握了常人难以企及的特殊技能 不久前 我们摄氏组到广西泉州县一个山村进行采访的时候 就遇到了这样一位人物 他叫黄华英 今年52岁是广西泉州县石盆村的村民 老黄所居住的石盆村建造在了天坑的旁边 而整个村子的建筑风格与广西地区特有的甘兰式住宅完全不同 透着几分江南村落的捐秀气质 村内还保留有做工经济的石盆和彰显荣誉的旗杆池 这一切都让摄氏组感觉到 石盆村很有可能经历过一段不为外人所知的往事 与精通武艺的黄师傅巧遇 让考察队眼前一亮 也许从他的身上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这个多重啊 有20斤 20斤啊 我来点点试试啊 是挺沉的啊 他得摆出这种姿势 哎呀 太沉了 大概是几岁时候开始练了 10岁啊 10岁 练了多少年啊 练到10多年了 老黄告诉考察队 数十年前石盆村有上午的习促 现如今只有他坚持了几十年 称得上是个练家子 用慢点 哎呀 等于武功外面又加点轻功是吧 在黄师傅的家里 记得看到屋子里堆满了各种劳作的工具 黄师傅说 这些工具都是他平常去地里干农活用的 累了的时候 他们就是他用来提神解伐的兵器 当这些工具在黄师傅手里被挨个抡起时 看似黑瘦不起眼的老黄 此时无疑就是一位勇猛的侠士 黄师傅告诉考察队 他从父辈那里得知 石盆村之所以有上午的习促 和祖上流传的一段故事 有着极大的关系 原来清朝后期 广西泉州叛乱频发 起义不断 战火连绵 民不聊生 而石塘镇一带更是由于把持着全州北大门的交通要塞 而被叛军和清军视为争夺的重地 被平定叛乱 武官黄师傅受朝廷之命带兵前来征讨 最终将叛军一网打尽 战争结束后 黄师傅带着家眷 部将士族 在石塘镇屯兵种田 自给自足 以备不时之需 为了不荒废武功 村中上午的习俗 一直保留了数百年 民风极为飘悍 果然 在石盆村的尊史上 考察队找到了黄师傅口中提到的先祖黄师傅的记载 文字中特别写道 黄师傅在泉州平乱多年 杀敌无数 战功卓越 皇帝特赐予皇马挂 而这个皇马挂是当时清朝的一种官服 只有皇帝晋升的侍卫大臣 护军红领才有资格身着此衣 而对有功大臣 在特殊时期皇帝也会下旨遇刺 这说明当时的泉州地区确实发生过激烈的战争 并持续多年 而石盆村的先祖黄师傅最终将叛乱平定 得到皇帝的奖赏 当考察队向村中一位老者提出 想要一堵黄马挂的风采时 老人说这早已是一段尘封的历史 老人说村上有一柱孤坟是祖上留下来的 据说这个坟种就是皇马挂主人的墓葬 而那件玉刺的皇马挂很有可能已追随主人 永远地掩埋在了皇土之下 到这里有关石盆村建村的渊源 考察队已经获得了部分的答案 比如村上夺为皇姓族人 是由于这石盆村村民的先祖 就是武官出身的皇石盔 而村里那些彰显财富和名誉的遗迹 也恰巧印证了此地非同一般的出身 然而接下来还有一些疑问困扰着考察队 这骁勇善战的石盆村先祖 为何非要选择在天坑附近修建家园呢 有关战争后留有地下迷宫的说法 是否真实存在呢 天坑的底部究竟是一个怎样奇幻的世界 考察队决定啊 再次向天坑进发 看看能否找均到最终的答案 为了探明真相 在地质专家黄宝健的带领下 考察队决定再次对石盆村后的天坑 做一次深入探查 黄宝健 中国地质科学院严荣地质研究所研究员 著名的严荣地貌专家 为确保此次考察安全顺利 经过多方联络 一支专业消防队也加入到了考察队伍中 通过之前对天坑的初步科考 考察队了解到 石盆村的天坑为封闭式圆环 中间无路可走 经测算天坑深120米 坑口的形状为长条椭圆状 从坑口处观察四周的岩壁 三面都被茂密的植被覆盖 只有犹如切片面包的内面崖壁 相对陡峭平直 黄宝剑认为要想下到天坑深处 唯一的办法是从这处岩壁着手 使用野外SRT垂直塑降技术下到坑底 全力探寻埋藏在天坑深处的秘密 作为有着近百次野外勘探经验的地址专家 黄宝剑对这座深达120米的天坑 没有丝毫的惧怕 他拿出早已备好的专业装束 开始了下坑前的准备工作 这个树应该可以 一个树高线成片 第二个它粗度够了 就是比较老或比较稳固 为了能亲身参与对天坑底部的科考 记者也想挑战一下这面陡峭的崖壁 你现在害怕吗 有一点点这个比较紧张的心理 黄老师有过20多年的探坑和探洞的经验 所以他就是驾轻就熟吧 现在我是希望能够跟黄老师一起 能够完成这个环节 但是没有任何经验 所以我争取加油吧 由于没有野外速将经验 为了保障人身安全 做到万无一失 消防队员将全力协助记者 完成下到坑底的重阵 一切准备就绪 黄宝剑首先开始了艰难的下坑任务 黄宝剑教授小心地沿着坑口慢慢往下爬 从远处望去 高松陡峭的崖壁上 身着红色功夫的黄宝剑 在茂密植被的眼影下实影实现 在撞破崖壁的反衬下 这个身影显得极为细小 但却震人心魄 下去主要是看脚下 脚下还有周边的环境 随后记者经过绳索下降的统训 在消防人员的帮助下 也开始了向天坑进发 再防一点点 由于没有速降的经验 在下降过程中 记者感到异常趋力 每迈出一步 都似乎面临巨大的危险 低头望去 空旷无际的天坑无比庞大 攀岩在陡峭崖壁上的记者 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和恐惧 仿佛一不小心 就会坠入到深不见地的坑下 终于在不断摸索和调整中 记者逐渐克服了恐惧心理 并正确掌握了下降的速度和落点 随着能够自如地在岩壁上移动 记者距离黄教授也越来越近 远远望去 一面巨大陡直的崖壁上 两个红色小点在慢慢向下移动 这情景让人震撼 更让人感觉到 在这面经大自然雕凿的壮阔沿层下 因为有了人类参与的身影 那份和谐和美妙显得弥足珍贵 天色逐渐暗了下来 在队员们的齐心协作下 考察队越来越接近天坑坑底 由于落脚点的方位稍稍有些偏差 加上坑底植被茂密 黄宝剑下降到了一片茂密的灌木丛中 记者也随后慢慢降下 终于经过三个小时的不懈努力 考察队成员全部顺利到达天坑底部 进入坑底 考察队看到 葱龙绿树和茂密的植物 覆盖了整个天坑底部 恍惚天让人以为来到了一片世外桃源 只有当抬头望向坑口 犹如天井一般的天空进入视野时 才会让人惊觉 这是一片与世隔离的坑底世界 仔细观察坑底的植被 考察队发现 这里比坑口的带四植被 种类更丰富 生态更完整 从这些植被的良好生长状况中 黄宝剑推测 坑底一定有地下暗河存在 因为只有地下暗河带来的丰富水汽 才能将这里的植被 孕育得如此茂盛和聪裕 果然 考察队很快就发现了一处洞穴 为了探明地下暗河的身影 考察队决定进洞做进一步探查 刚步入洞中 队员们就发现 洞内情况十分复杂和艰险 脚下几乎全是崩塌下来的巨大石块 几乎每隔几步都要经过一条垂直近90度的竖井通道 为了安全起见 消防队员再一次将绳索绑在记者身上 进行洞内单绳下降 此时的黄宝剑 不愧是有着多年探动经验的专家 只见他一手抓捞绳子 一手扶住稳固的盐块 双腿随时掌握下降的落点 保证万无一失 黄宝剑告诉记者 其实在黑漆漆的洞内做单身架降 也可以用肢体协作的方式来稍事修整 保存体力 你是把背部顶着这个 想休息的时候这样顶着 顶着这样 这样就说 一般它有磨砂力很大 一般划不下去 明白了 有时候需要的 这样顶一下的 哦 好 对 还是您有经验 不 这他们二十几年的洞啊 上去那个洞啊 我明白了 这个是控制它 可以慢一点 身体随时可以 贴在这个 拿壁上 这样安全多了 手一定要 划得它会 这样好 好 知道了 好嘞 哎呀 抓住什么 你怎么没有 卡上底 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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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哎呀 这就是吹 你脚也没臭彩 靠茶队在漆黑一天的洞穴内艰难行进 经过了一个又一个大小不等的竖井通道 粗略估算 这些井状通道的直径在几十厘米到一两米之间 平均深度大都在七八米到十米之间 仔细考察 在它所考察过的盐溶洞穴中 这里竖井的规模和深度非常壮观 大致推算下 大小竖井共有十几个 深度加起来也有一百四十多米 几乎是又一座天坑的深度 那么在看似狭小的溶洞内 为何会形成规模如此之大 数量如此之多的竖井通道呢 它们的行程又经历了怎样的地质运动 洞穴里的水都要寻找东道 那怎么寻找 地上台深它只有往下去 往下去所以就形成了这种树状的东道 黄宝剑解释说 从这些竖井通道 以及洞内随处可见的崩塌碎徐中 可以判断 洞穴内的纵向裂隙十分发育 由于洞穴内有地下暗河通过 当水量增大时 裂隙被撑开变大 逐渐形成落水洞 而竖井就是由落水洞 进一步伸展发育最终形成 石盆村天坑底部的洞穴内 出现如此之多的竖井通道 说明在很久以前 这里水流的流量和流逝都很大 水位曾经一度升至天坑底部 联想到村中有关天坑底部 有地下迷宫的传言 黄宝剑猜测 这些陡直险峻的树井 很有可能就是被称为迷宫的一部分 因为它们错综相连 凶险难行 在古时被作为运送物资和人员的通道 而透过微弱的光线 仔细观察洞内 考察队发现 洞里的沉积物极为丰富 一些中入石 还闪着特殊的光芒 洞亭也很庞大 战争中如果选择这样的地方做藏兵洞用 也并不是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在艰难的爬行中 考察队成员的体力正经受着巨大的考验 正在这时一个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这个地可能是长年水的这个地落 所以这边特别潮湿 会打滑 与此同时 黄宝健也发现 这里的细小碎石也在逐渐增多 他解释说 当洞穴内的落水洞和地下岸河接近时 巨大的水流冲刷到两组裂系交汇的薄弱地带 就很可能造成巨大的崩塌 最终形成碎石堆积的景象 而从洞内越来越潮湿清新的空气 以及渗透出大片水渍的洞壁泥地上 专家判断 这里离地下岸河应该不会太远了 好好说 好像水生了 对 离地下河不远了 我感觉这边气流好像就增强了 是 好像更冷一点 对 温度下降了水 最终经过队员们的辛苦找寻 在深达近200米的洞穴深处 考察队终于发现了岸河的身影 在测试过水质并观察岸河流向后 考察队乘坐竹筏沿着岸河一直前行 岸河流经的形状恰似一处狭长通道 来到岸河尽头 考察队一路继续攀爬 终于到达洞口处 借着月圆之夜 专家发现 这似乎是另一处天坑的底部 和最初下来的天坑属于相互联空 此时距离下到最初坑底的时间 已经过去了整整八个小时 由于这处天坑地势较低 在熟悉地形的村民带领下 考察队顺利返回地面 在修整一心后 考察队决定借助一架航拍机 来验证黄宝舰对两个天坑相互联通的判断 大概能飞高度200米左右 然后速度大概每秒10米左右 果然 当航拍机飞到一定高度时 画面上的景象让队员们眼前一亮 原来石盆村的天坑并非一个 而是至少有三到四个 他们大小不一 形态不尽相同 那么在石盆村后的区域里 为什么会出现庞大的天坑群落呢 黄宝舰 黄宝舰告诉我们 石盆村所处的地形为盆地状 区域里广泛分布着巨厚石灰岩 而周围的高山则大量为沙岩和叶岩等非碳酸岩岩 当雨水降下时 石盆村便称为集中汇水地 在岩层深处形成地下暗河 经过多年的地质运动 这里的裂系逐渐发育 地下暗河在对其不断侵蚀和冲刷中 岩层发生坍塌 形成溶洞 最终洞顶完全塌陷 成为天坑 由于这里的地质构造强烈 裂系和破碎带众多 加上地下暗河水量巨大 因此在流水长年的冲刷中 逐渐形成了多个不同大小的天坑 至此通过详尽的探查后 对石盆村的建村历史 与附近天坑成因之间的关系 考察队终于有了全面的了解 原来据当地的史料记载 在泉州这个被誉为 广西北大门的古城重镇中 石盆村处在最为重要的军事要塞 当年在平半战争中 石盆村的先祖发现了其中一座奇特的巨坑 经过多年摸索 他们掌握了天坑洞洞相连的秘密 通过这些四通八达的深井密道 他们平时养精蓄锐导致兵力 战时六密道出其不意发动攻击 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随后当时的朝廷对迎取胜利的武官 黄石盔家官风诀 一时风光无限 由于天坑所处的地理环境 及地形地貌 具有较为特殊和重要的战略作用 需要长期住房 但这里的缺水现象 却成为村落悬址的最大障碍 这时 一处极为难得的地下泉眼被发现 依据这处泉眼 黄信后人建起一座古井 并将村落修建于此 由于得到朝廷的嘉奖 黄石家族最初极为兴旺富庶 又由于泉州深受京主文化的影响 这里人杰地灵 学风浓厚 因此石盆村在后来的日子里 曾一度被誉为上午之地 巨人之乡 出过不少文物双修的国家栋梁 然而在随后的日子里 由于村中人口不断增长 以及喀斯特地貌环境的特殊局限 这里可供开墾的耕地越来越少 村后和地下暗河相连的罗斯井 也逐渐供不应求 最终出现了用水方面的困难 于是有些村民开始外迁 以往热闹的景象不复存在 只留下那一座座深邃空旷的天坑 还有那斑驳破碎的房前一语 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 这方水土经历过的久远往事 和曾经的辉煌 经过考察队 艰苦努力的深入探查 位于这广西泉州的这处古老村落 终于被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在这里呢 深藏着一片庞大的天坑群落 在日益石墨化的 喀斯特地貌演变当中 这片保护相对完整 并保留有丰富动植物资源的区域 必将为当地的地貌研究 带来有价值的信息和内容 同时呢 生活在这片区域里的人们 他们深深了解这片土地的优劣 在多年的生存抗争当中 他们已经将自己的生命 融入到了这片 生养他们的山水之间 好 感谢您收看 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